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回答财务长Karlatt Kress日前表示,他并不认为人工智慧领域存在泡沫,相反,市场正朝着重大转型迈进。 他预计,在加速运算需求持续增长的推动下,到2030年,全球资料中心基础设施市场的规模可能达到3兆至4兆美元。 Kress指出,目前回答出货的绝大多数AI晶片都用于构建全新的资料中心,而非替换旧设备,这印证的市场仍在快速扩张的初期阶段。 他还披露了一个关键数据,截至当前,回答已接获的Blackwell和Rubin架构GPU晶片订单总额高达5000亿美元,这一数字甚至不包括其正与OpenAI洽谈的下一阶段合作协议。 Kress如此描述双方紧密的共生关系,回答与OpenAI达成了一份最终协议,他们正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而回答相信与他们的合作永远不会停止。 此前,回答宣布向OpenAI投资,而后者则大规模采购其AIGPU以提升算力。 这种互相加持的模式被外界形容为AI勇动机,并推动了双方股价与估值的螺旋式上升。 为似的投资与采购循环,也出现在甲骨文、亚马逊等公司与辉达的合作中。 在今年的GTC大会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曾透露,公司需要在接下来的五个季度内交付2000万颗Blackwell及Rubin架构GPU,以应对庞大的订单需求。 这进一步凸显了全球对AI算力近乎饥渴的需求现状。 在此背景之下,Google自研AI晶片TPU的宏大扩产计划正遭遇先进封装产能的现实瓶颈。 尽管市场对Google TPU寄予厚望,甚至传出即将在2026年达到400万块的惊人产量。 但最新的供应链分析指出,这一目标在短期内恐难实现。 多家机构的报告显示,作为关键瓶颈的台积电CoOS先进封装产能,预计要到2027年初才能满足Google的巨大需求。 这意味着TPU的真正大规模放量或将推迟。 最新的动态来自于投资银行的密集追踪。 摩根士单例于12月初发表报告,大幅上调了Google TPU的远期产量预测, 预计2027年将达到500万块,并测算每50万块TPU的对外销售,就可能为Google带来13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 这一预测点燃了市场对Google开启AI晶片直销业务的想象,也让TPU供应链成为焦点。 然而,来自富邦研究在Jeffreys发表的报告,提供了更为冷静的供应链视角。 分析师指出,尽管有传闻称,Meta正与Google洽谈从2026年开始采购TPU, 但对于2026年生产400万块TPU的市场传言,他们认为台积电的COS产能或无法支持。 瓶颈的环节可能要等到2027年台积电的扩产计划落地之后。 这一时间差凸显了AI硬体竞赛中的核心矛盾、极具膨胀的需求与有限的尖端制造能力之间的博弈。 对于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评估Google TPU的增长曲线时,必须将目光从远大的市场前例, 暂时拉回到对台积电产能释放节奏的精确判断上。 根据富邦研究分析师Shammy Sean和Vincent Chou的供应链核查, 2026年实现400万块TPU产量的乐观预期面临着实际挑战。 他们基于台积电COS模型测算,预计2026年TPU的总产量将在310万至320万块之间。 报告详细解释了产能受限的原因。 现有产能满载台积电目前的AP8厂已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 新产能分配,其新建的AP7厂一期产能主要为苹果的处理期预留。 扩产时间表AP7厂二期产能要到2026年底才能准备就绪, 无法支持2026年全年的大规模生产。 报告同时澄清, 虽然台积电计划将部分中低阶COS产品外包给日月光、LSE, 但这部分外包仅限于CPU和网络晶片。 所有AI加速器如TPU的先进封装仍将由台积电的自由晶圆厂完成。 因此,短期内,TPU的产量将严格受限于台积电内部的COS产能。 然而,台积电加速扩产前景转好, 2027年有望放量。 尽管2026年的产能存在瓶颈, 但供应链讯号显示, 台积电正在为2027年及之后的强劲需求积极准备。 富邦研究的最新调查显示, 台积电正变得更具进取性, 加速其COS的产能扩张。 根据其最新预测, 台积电的内部COS产能将在2026年底达到每月12万片, 主要用于2027年一季度的生产, 高于此前预测的11万片。 在2027年底进一步增至每月14万片, 高于此前预测的13万片。 分析师认为, 台积电保守的形式风格意味着, 一旦其开始积极扩产, 便是2027年前景向好的一个积极指标。 随着2027年产能的释放, 台积电将能为Google TPU的主要合作伙伴, 博通、Broadcom和联发科MediaTech提供更多支援。 富邦研究据此预测, 到2027年, TPU的总产量又往翻倍至500万至600万块。 TPU外销或成Google新印超级。 产能的长期扩张, 为Google TPU的商业模式转变, 铺平了道路。 摩根士丹利亚洲半导体分析师Charlie Chang 在其报告中指出, TPU供应链的不确定性正在消退, 未来产量将成爆炸式增长。 该行预测, Google TPU在2027年和2028年的产量 将分别达到500万和700万块, 两年合计产量1200万块, 将远超过去四年的总和790万块。 如此庞大的规模, 被解读为Google准备将TPU作为独立产品, 直接向第三方销售的早期讯号。 总体而言, 这一战略转变的财务影响, 是巨大的。 摩根士丹利测算, 每项外部市场销售50万块TPU, 就有可能在2027年为Google增加约130亿美元的收入, 和0.40美元的每股收益EPS。 如果该策略得以实施, Google将从AI晶片的消费者转变为硬体销售商, 直接挑战现有的市场格局。 TPU的强劲增长趋势, 预计将使台湾的上游供应链显著受益。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